接下来今天挨精选话题来带您看看最新的国际情势 另外还有习近平怎么会脸上出现了 那两道呢这两道代表什么是真的是惨了吗 好国际情势的部分来看看美印日澳 之前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 那么前一阵子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军演 现在要进行第二段的军事演习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带您看看这四方安全对话的 主要成员国家 第一个为首当然就是美国了 美国 日本 澳洲跟印度 继今年八月份其实已经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之后 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 菲律宾海举行了一次联合的海战演习 是在马拉巴尔 那么紧接着过两个月的时间 十月份的时候会在孟加拉湾进行第二阶段的军演 那么这个动作其实也象征着 四个国家的同盟关系会非常稳定的发展 那这次的军演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英国海军出动了什么 英国海军出动了航空母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 那么这艘女王号停靠在新加坡 也是剑指中国的 而另外我们看到在中国方面 中国的解放军报也报道说 最近共军在闽南某一个海域 演练的是抢滩行动 好 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剑指中国 那么中国把压力放到哪里呢 压力压来台湾了 因为中国也要军事演练 而且进行的是抢滩行动 这是第73集团军团进行的抢滩登陆的实战演练 而闽南指的就是福建南部嘛 这里距离台湾非常的接近 也是入侵台湾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所以国外媒体非常关注 这一次共军的一个演习行动 那其中我们看看法国媒体也特别的注意 世界报更报道了 说台湾跟中国的距离 从来没有如此的遥远过 好 为什么距离会越来越远呢 主要是因为这几个 因为国际情势现在都是导向台湾的 那么之前美国的前总统川普政策 还有现在对抗疫的情况的时候 台湾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优异的 那么整个意思就是 台湾表现太突出了 所以让整个情势转变 那中国现在会不会视台湾为眼中钉呢 我们看一下国际的学者怎么样来解读 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当代中国研究学者 他叫做兰可 他就说了这段话 他说呢 他说西方对支持台湾 已经似乎是不再犹豫了 而台湾为世界上的这堂课 让中国似乎是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 亦有所指的 他也表示 现在台海的情势才会这么样的紧张 那中国最近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 一百一十周年大会嘛 习近平也现身了 大家赫然发现说 习近平现身怎么跟之前好像不太一样 来看一下之前今年七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出现的画面 我们敬照带您看看这样比较详细 习近平七月份的时候出现的时候 脸色其实红热还不错 那这一次呢 相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习近平又公开露脸 脸色好像变得不太一样哦 相比较之下呢 他的脸上怎么样 这个两块地区 两块部分 多了这两条线 有人解读说 脸上出现了这样的纹路呢 是容易失去什么 失去财产跟权力 没有办法守住事业财运 因此脸上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纹路呢 算是财还有运势都会败上的一个面向 不过呢 这些当然是基于民俗的说法啦 仅供大家做参考 这是习近平脸上出现了两条纹路 大家的一个解读 那另外来看看金正恩 北韩领导人最近出席了 劳动党76周年党庆 被捕捉到了这样的画面 他上身穿的是西装 而且西装裤哦 但是他脚下踩到的是一双凉鞋 过去曾经传出来 他是因为罹患糖尿病 所以舍弃皮鞋穿凉鞋 因此他的健康问题 再度引发了揣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